大家好,就说一下不怕从头再来 嗯,我是啥吧 我是感觉 我每天修行,可是我每天也在破坏自己的功夫 所以我根本没啥功夫 所以呢,我的基本上每天也没攒啥 都差不多都相当于从头再来 但是一天攒点 但是呢,你也不怕从头再来 所以我已经习惯从头再来 就是不怕从头再来 嗯,没有关系的 就算曾经有沮丧 就算曾经有泄气 都不用怕 你要相信你,纯净纯善 你就是光芒 你就能看到光芒 就像我现在 虽然我也没啥成就 我也很普通 可是 我看到光芒 不是说我看到光啊 而是说我感受到希望 我感受到 很温暖和自然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很温暖很自然 很普通就可以 就像海贤老和尚 一百一十二岁 温暖自然 然后你看起来还很普通的一个老和尚 加油 那么一股灵状 你会看到光芒 都没有